我们的盘算过后,我们算出来,这一间公司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赚93.17% 大家明白吗?还有机会赚 不要问我几时会涨到93% 我不会回答一下,因为我没给你讲,可能一点可能两点可能涨 这个是盘最终的价钱 大家明白一下,它最终会涨到这个价位 可是它要几时会涨到这个价位,它要时间去盘涨 所以你要这样子知道它之后的价钱,final是多少 你拿23.78元乘93% 再加它23.78元就知道它的价位 通常这个是其中一套方法,我们的SRI,我来拿来算 这是采用SRIVDS-1,然后我们来看 从那个菩萨三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五年之内 从2009年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差不多10块钱 然后到今天为止,它有涨到最高的涨到24块到25块之间 掉回去再涨回来24块 所以当初如果在2009年你有买到的话,还不错 你做了差不多100% 如果你hold,能够懂的话 当然明白,所以什么叫长期投资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长期的所谓的时间点,对不对 重不重要,重要对不对 时间点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做长期投资,你在这边 诶,这边这边,你会很痛苦吗 这边这边,它跌下来对不对 从这边跌下来的时候可能你就卖掉了 卖掉了后,它再涨回去的时候 哎呀,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有注意到吗?你的朋友 哎呦,我一卖了就涨了 为什么?它做不到时间点 我直接跟你讲 时间点,我们是用什么方法 我们是用technical analysis 就是技术分析法 里面来找出来的 所以技术分析法是拿来找时间点 然后趋势法是拿来看这个趋势 哪一个领域的投资 然后,fundamental就是 基本面是拿来看这个公司 是ok还是ok ok,大家明白了 好,来到这里我们来看 刚刚已经跟大家教大家了 对不对,怎么看 看线啊,看下面 这样子,对不对 这样子涨上去 好,大家跟我讲 现在这一间公司这支股票是涨 还是涨 涨,你们都知道的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我早一点来present 早几,早可能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有点假报告的 我再过年 我再过年 ok,如果我早一点 我来给你们present的话 怎么可以做起来 因为基本上它在这个时候已经cross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ok,在这个时候你进场的话 还是去哦 大家明白了 ok,这个是其中一套方法了 现在这只是其中一套方法 现在我们搞起码有分析 ok,你要学更多 可以进来一起来分析更多了 这是backclass里面所讲的 gas里面 好,我们来看 接下来backclass 就是你们现在要挽住的其中一支股票 你们都会去看 第二,介绍你们的叫Shaw 哇,刚才最多人打 Shaw的有大家都有关系 对不对 哎呦,我打他的估计 我要做他的估计 可以,可以,可以 买一点股票就可以了 做他的估计 然后你去打估计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 I'm the director in this company Can you discover a bit 他叫你送医咯 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什么Proof 哪里呢,飘出来 蛤,不 10,000资 不要买,cannot,cannot discount 开玩笑了 ok,来到这里我们来看 好,这个是正经的 大家注意一下 Shaw的finery 基本上它是一间公司 它是拿来porset这个油的 然后它是做一个oil and gas company 油跟gas有关系 然后呢,这个公司基本上它是有在 Gaslin,Petron,Portline,Jetfield,Gorses,DCOs都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来看 Shaw基本上 O1-1-2-9-3 刚才很多几个人打嘛 对不对 不要失望了 不要失望了 全部领情 不要用这种领光看住我 好像很讨厌我 不要这样 这是真的 我讨厌出来是这样 我就死说了 OK B1-1是 OK啊 EPS3.96 negative 你先给他一块 可能可以3块钱多了 VTS5 5块0是 And A 什么是VTS1 我刚才讲的 是Gross 它吃多钱 VTS2就是说 市场我们全部的人 我们大家 认为它吃多钱 那个叫VTS2 VTS3是NAC 它吃多钱 OK啊 VTS2没有价钱 人家认为它没有价钱 没价钱 没价钱 然后VTS3 5.04 跟那个刚才是一样的 它的没有改变到 价钱5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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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样子来看 基本上它现在 刚刚好跌到 它值得价位了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还有你超哦 已经刚刚跌到 它值得价位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一定会有这个疑问 不要忘记之前的 油裂的常不常 很常 它们一定也是会 影响到 因为它们是蛮大的 OK 好 我们再来看 total debt 对于贵地欠债 股市要5.5上 541% 为什么啊 不要吓到 这个还OK 我已经analyze过 已经research过了 因为它有很多厂 那你不好意思吗 很多厂在process的 所以它会欠这样多钱是应该的 然后当然 基本上它也没有做一些 小投资在外面 所以那些投资它们的investment是有点危险的 所以它们有借钱 来robering 从它report里面 OK 好 来到这里我们来看 majure sell off by dpi 我建立的是 武汉 OK 大家是都不知道 最近我们的kwsbr 大家懂吗 EPF Apprimal Provided Fund 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国产器 这么一个 它们一直在丢它的票 所以能不能买看的办啊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谁有玩笑的股票请记住 不要 不敢挤 不要怕 之前我就是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跟你讲 之前我有分析过PASS的股票 让它有PASS FPS 曾经 我在讲到一块的时候 下面有一堆人 真的准备 我们要 到时候可以走 结果我大概跟他讲一下 要怎么样 准备 大家可以不好意思 所以有方法的 大家你们不要拍谁 如果真的有话 你不要拍谁 好 等一下after that 再来找我 OK 近点 近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肖的 它整理的人的看法 为什么肖会变无价呢 从有价变无价呢 其实是这样的 从2009年开始 它就一直往下飙 掉到哪里 一直往下飙 所以它变无价 不是那种无价的 贵阳是无价的 没有价钱 所以是这样子的趋势 是变成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买肖的股票 的话 现在它是刚刚好跌到它 适合的价位 如果保险估计 你要买肖 想要买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油开始在涨回去 但你要买的时候 可能肖会回来 你要买一个趋势 或我跟你讲 你等它的股价 跌多一个20%的时候 差不多20%左右 再进场 就从开 我们算出来的是5块 对不对 5块 你从5块扣一个 差不多10% 差不多4块左右 那时候 你进场就比较OK 保守估计 OK 好不好 如果没跌 反而它反弹的话 这样你就要去看一下它的股票 是不是它最近 真的赚很多钱 你cover回来 如果没有的话 不好去 不然你就会中卫 我也是这样子 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 这边你开始赚一点啦 可是你要注意啦 如果基本上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已经做了 把它的贴了 从我们的贴的方法 SRA里面做了 用SRA SRA在这里 你已经知道好一点 我自己给你讲 OK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 是涨还是跌 请告诉我 跌啦 有看一眼看到完了 所以不管从 technical啦 formamental啦 全部看到的东西跌了啦 所以这样子子 你们看着办啦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所以我每次是这样子的 我一定会分享 好的跟不好 因为在同样的一个领域 刚才我都讲的嘛 你讲油 对不对 我讲油可以吗 这不代表说每个油的领域 的股票都可以买的 这样如果你不小心去买到这只 可是我也不讲说这只不可以买 因为有可能现在油价回来了 油价回来 可能它的股票会涨 这样它也会带更换的 所谓的 赚钱的肌肉 在那边 所以要看它六月的股票才可以知道 OK 来到这里我们来看 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没有希望 我们来看一只 刚才没有什么人打的油 OK 没有什么人打的 OK 没有什么人打的 这只油基本上它是怎样子的呢 这间公司它是 Petroleum Rotation 然后它是有分成三个segment Vitual Segment Commercial Segment 跟Other Segment 然后当然 我们来看它也是有 包括有卖那种黑鱼 我们去搬黑鱼 黑鱼也是有 然后也是有Controlium Gas 也是有Commercial 和Routine Business OK 直接开到给我们看 好 ROE 10.51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OK 管理性还OK 可是它的拼义 37.24 EPS 0.5件 给它一块 还不错 VTS1 4.86 然后VTS2 22.66 然后VTS3 它只4.86 然后Price 19.58 OK 19.58 所以现在保险估计它还有机会 基本上 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欠10.40 这个就远远没消耗很多 我先跟大家讲 虽然我们没有打它的油 可是我们可以做它的补工 对不对 可以做它的补工 赚一点点钱 它的SRI ROI 1 它有52.58% 就是说 基本上它的价钱还可以涨一半 还可以涨一半 OK 所以这个不是评说的 这个是有根据算出来的 OK 好 来到这里 所以大家来看 为什么会跟大家讲 有机会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 2009年的时候 差不多6块钱 一直飙高 飙到30块左右 6块30块 大家自己去乘倍 看你大概做的多少个% 是不少 OK 是不少 6.38 7.42 所以差不多是差不多3倍多 OK 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过后跌回下来 再涨回去 现在的趋势可以回来了 现在油价是不是回来了 回来 这个是第一个 6的 第二个 4的趋势我们弄懂了 因为我们又弄懂说 整个sector也是不错 第三个我们要看的 就是4的 现在是涨在这里 谁可以告诉我 送你奖品 没有啊 所以刚才谁讲 记手 讲大讲大 没有啊 没有了 没有了 我爸 过了 礼物没有了 刚才想要送你礼物了 不要送了 OK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现在不是涨不是脸 哇 刚才那个堆了 所以讲的话 我听到 刚才早知道 几首有礼物啊 OK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来看一下 这边呢 它不是涨脸 不是脸 为什么 基本上它已经要动到这条线 它还没涨上去 以这样子的情况来看 如果它涨上这条线 然后从这边 它基本上攀整再回来的话 它就是涨 可是不管它在上面 可是它已经过了这条线 它还是涨 所以它其实已经回来了 要涨 Are you ready? This is your question OK 大家知道了 待会回去看着办 我知道它的股价不是很贴 我也了解 可是马来西安可以买100 share的吧 不用买多的嘛 对不对 买100 share 那你不好意思 不用去买1,2,3 因为有时候 那时候我讲的时候 有时候我遇到学生 因为爸爸有时候遇到学生了 然后学生就可以讲 老师这么贵 哪里能够买我们是学生罢了 没有人叫你买1,2 你可以买100 share的嘛 OK 好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 要跟大家讲这支股票了 这支股票叫Pentex 基本上我在上一次都讲 这一次我也是讲为什么 因为它还会涨 所以我讲了又讲 讲了讲 谷歌博星是跟大家讲 然后大家还是没有玩 真的是可以 基本上假如什么六毛多 涨到什么七毛多 几近八毛毛几 我又留下这一段盘子 OK 这支股票基本上是一个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然后这个公司是operate在 training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holding 然后training supply stocking high pressure 最重要的是它是做铁的 有跟steel有关系 有fitting有关系 以后中国共来的时候 它要进高铁 它进高铁它的材料 要不从中国来 不然最靠近的就是Australian OK 它就会选Australian买 再不然不够的话 它会跟谁买 马来西亚的厂家 对不对 马来西亚厂家的话 这间公司它是有做steel的 这样是不是跟它有关系一点的 从以后来看啊 跟现在来看啊 它都有可能会赚钱 为什么 以后是因为建高铁 现在是因为它跟oil and gas 是有关系的 大家看一下 oil and gas 这间的一个合约 所以它有机会会涨 可是到2016年 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2016年 它跟Rapit的这个合约 如果是ok的话 它们为户户户 都会继续跟它签 这样你认为它会赚钱吗 肯定会啦 OK 大家看着慢啊 OK 来到这里我们看一下 DRO 又不是很高的 还不错 11.2% Rapit是它的另外一间公司 他跟它合作的 OK 你以为是跟股票的 不是不是 Rapit是另外一间公司 一个公司跟它合作 就是跟它签的一个合约 给它胜利做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ROE是1.2% 然后来到这里就是PE8.09% 然后8.09% 我们知道说PE是低过10的话 就是便宜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一下 这个是有没有低过10的 8.09% 还OK 所以EPS0.089 然后PTS13.74 3.75% 然后PTS5 0.87% 然后PTS5 PTS3 3.73% Prize 0.75% 我在做的时候 就是来 今天好像也是涨 但是它是0.75% 还是在高位 还是在高位 OK 还是在高位 OK 这个情况是怎样 如果6月有价回来 第一 它收归 第二 它跟那个合约 那个Lapit的合约 又收归 以后如果借高铁 它又收归 那就不死 看一下 看一下 那些东西